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家店呢 是号称首家在南昌 专业做广东客家菜的 而他们家的店名 是相当的接地气 位于红武滩万达广场的客满 已经开了三年 南昌的吃货们 对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 客家人满天下 客家菜呢 其实主要分为 越东 闽西 干南 三个主要的流派 虽说是一脉相承呢 但也是各有各的特点 广东的客家菜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 不过我知道 他们家的大厨呢 是真的来自广东 专做广东客家菜的老师傅 其实客家菜的特色是很家常 店里很多菜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看到客人们喜欢我家乡的菜 就很欣慰了 虽然娜娜对广东客家菜了解不多 但细心的郑师傅 早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三个特别的提示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这些提示 来揭开今天的美食菜单 哎 生姜 其实客家人呢 是特别爱吃生姜的 比如说姜糖 姜茶等等 而且呢 他们在做菜的时候 在鸡鸭与肉当中都会加入生姜 可以说他们对生姜呢 有一种独特的执着和热爱 那今天呢 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道菜呢 也是一道以姜代味的菜 叫做客满猪脚浆 客满猪脚浆 是一道广东非常具有特色的滋补食品 先将猪脚焯水 煮至沸腾后捞出 再放入冷水中浸泡片刻 彻底沥干后 与生姜熟鸡蛋一起倒入沙坡中 将熬好的黑醋汁倒入 没过食材 大火熬至 等姜醋冒泡时转小火 包到猪脚完全入味即可 猪脚浆 尝一下 其实我觉得呢 女生都会特别爱吃这道菜 为什么呢 首先猪脚呢 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 对女生的皮肤特别好 而且这道猪脚呢 特别的浮腻 就是它的这个姜味呢 包括特制的黑素加入之后呢 挤了这个猪脚的腻 而且呢 它是酸甜口的 酸中带甜 甜中带酸 回味无穷 最主要是呢 它还配有了这个鸡蛋 所以这道菜呢 是生姜猪脚加鸡蛋呢 三种养生法宝在一块 很值得这个冬天的时候 滋补信仰的时候来吃 尝完满满客家元素的猪脚浆 接下来第二个神秘提示 又会是什么呢 哇椰子 一看到这个椰子 就让人想起热带风情 有没有 这个以椰子入菜呢 还是蛮有创意的 那这到底会是一道 怎样的菜呢 接下来要分享的 这道以椰子为主角的菜 其实是非常滋补的一道汤品 叫老椰竹丝鸡汤 枸杞泡水备用 竹丝鸡入锅焯水 将鸡肉 山药 姜片 枸杞 一起放入椰壳 加入6比4配米的椰汁 盖好 密封 入蒸炉炖煮两小时 一盅清香铺鼻的老椰竹丝鸡汤 就可以品尝了 嗯 整个都是这个浓浓的椰香味 还有这个乌鸡汤的味道 来尝一尝 其实我觉得这个汤还是挺清爽的 并没有很油腻啊 我觉得可能是椰子的这个外壳 给它捡了点腻 哇 这个汤喝起来是那种清甜清甜的香味 来尝一块这个富有营养的乌鸡肉 嗯 虽然说呢 我们是从小喝这个网罐汤长大的 但是这个椰汤呢 我还是头一回喝 而且这个椰汤我觉得特别的奇妙 既有这个椰子的清香味道呢 也有浓郁的肉香味道 而且呢 这个乌鸡呢 本身是特别富含营养的 和它呢 搭配菜一块呢 是特别的清爽很润口 用椰子代替炖中 清甜的椰子水作为汤底 这道老椰竹丝鸡汤值得五分好评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提示等着我们 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诶 竟然不是一个食材 这个三件五元到底是什么意思 三件五元是在我们广东比较传统的小吃 大厨说的没错 在广东香港地区 有一种最为传统和常见的街头小吃 便是这种让顾客以三件五元的价钱 从一堆煎酿食物里挑选 不过这三件通常以茄子 青椒和苦瓜为主 煎酿三宝也就是指酿苦瓜 酿辣椒和酿茄子 其做法是把新鲜打做的肉鲜酿 在切件的食材上 再放在铁板上煎香 浇上豉油 非常美味 出锅的煎酿三宝颜色鲜艳 令人食欲大开 客家菜呢 其实有很多的菜式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呢 就是客家的酿式菜 他们用不同的原料和蔬菜呢 代替饺子皮去包裹馅料 形成了无菜不能酿的 客家酿菜饮食文化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摆盘啊 特别的漂亮 红色 还有这个紫色 还有绿色 一看就是让我食欲杂增 嗯 很香 这个辣椒的香气 还有肉的香气 都包裹在里头 嗯 这个辣椒 它其实是不辣的 它当中是那种清甜味 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呢 又包裹着很满足的肉啊 就整个咬下去 是特别的清甜 加肉香味融合在一起的 接下来的这个酿茄子 我觉得也不错 它是两片茄子中间夹着肉的这一种啊 看起来就很丰富 既保留了这个茄子的鲜香味道 还有肉的鲜美味道 所以这个小小的酿菜里头 学问还是很大的 筷子本寻常 接触舌尖上 一日三餐用 为生请提防 分餐分食好 餐具各一方 公快要推广 文明且健康 公快行动 从你我做起 小韩哥你怎么在这里玩假鱼啊 好恐怖 你踩了人家 人家都没叫你叫什么嘛 不是 我们今天不是来吃好吃的吗 这是 这给你介绍一下 隆重介绍一下 这就是咱们子孤陆一哥 南昌宝城区地宝们 口中赞不绝口的No.1 怪不得 我今天打车到小武昌师傅的时候 你知道出租车司机说什么吗 他说 你今天是不是要去吃假鱼啊 他这么有名气的吗 这三只呢 他们就 兄弟之间感情很好 已经咬在一起了 觉得生命力真的好顽强哦 互相咬一对方 非常的鲜活 生猛 特别猛 所以那今天我们要来尝一尝 在子孤陆特别有名的 小武强甲鱼仔 诶 尝尝会是什么味道呢 走吧 走 本期美食特工队带大家走访紫固路 探秘小武强食服 特色小甲鱼肥硕又灵活 一人一小钟回头都是客 快来和我们一起尝特色 食美味吧 美扬 看没看到我头顶这块金字招牌 哇金灿灿的非常的耀眼啊 熠熠生辉啊 是的 这个招牌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 11年 11年这么久了 是一个老店了 对啊 当然这里除了甲鱼呢 还有很多地道的南窗风味 点一点 那我们去点菜吧 走 这啊 看牌点菜 嗯 我们既然来到这里呢 小甲鱼必须要来两只 四只 打包两只回去 可以可以 然后我还要吃这个瓦罐猪手 美容养颜 据说这里的臭鲑鱼也很好吃呢 闻着臭吃的香 对啊 铁饭 然后再来一个 扇断 扇断 扇断可以 我们南昌人的口味 通过你点菜我发现啊 美扬的口味 真的很南昌 是吧 很掐高 不错吧 其实老板呢 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地道的一桌子盛宴了 这么贴心吗 那之后我们去尝一尝了 那我赶紧去看一下 那么在小五强师傅的店门口啊 你们能看到这么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南昌美食界有三宝 哪三宝 鄱阳湖的草 这个我认同 神经塔的汤粉 很有名的 小五强的甲鱼仔 哇 就是我们面前的大名鼎鼎的甲鱼仔 对了 这话是老板自己说的 但是 老板这话说了十一年 到目前还没有什么人站出来反驳 那就说明这句话说的实在 说明它的味道 真的吃进了我们老南昌的心里面 尝一尝 好的 绝杀的小五强甲鱼仔 我先给你端一个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小钟吗 对的 太有仪式感了吧 当然吃货们要注意了哈 这个甲鱼仔趁热吃 它旁边的这个砂锅边很烫 注意千万不要碰到了 对 给你来一个 今天呢我们进来的时候啊 可以看到这个小甲鱼 非常的鲜活 很生猛 对不对 还不打架 所以它是限杀限补的 是的 非常非常的新鲜啊 而且这个甲鱼仔呢 是室外养殖的 它的生活环境特别优越 空气好 水好 这盒里边还有小零食 心情好 所以吃上去的话就更香 味道更好 对 我们先来揭开一下 来看看 不着急吃 给您揭一揭 一般大甲鱼啊 我是经常吃 但是小甲鱼吃的好吃的地方 真的是不多 对不对 什么味道 真的 兄弟们 南昌菜只有一个特点 它的味儿太浓了 酱太香 来尝一尝 闻一闻 就你一开盖 整个包香 都是甲鱼汁的香气 对 觉得闻上去 酱香味十足啊 它们的裙边肉都呼之欲出 摇摇欲坠了呀 好肥美 太香了 尝一尝 它的这个浓郁的酱汁 包裹满了 甲鱼裙边的每一块肉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缝隙里面 用你随便吸一口 唇齿流香 太爽了 对 你看我三下五除二 就已经吃了一半了 好干净 完全没有涂下来 因为它是在大一箱了 而且我觉得它每一滴的 这个甲鱼的这个汤 都是精华 是的 我觉得如果是拌饭 或者拌面 简直绝了 给您准备好了 南昌人吃甲鱼仔 必不可少的 就是香喷喷的大米饭 超下饭的 我们先把壳吃干净 好的 这么好吃的老字号的 小五强甲鱼仔 一定要对它有足够的尊重 你觉得你一个人来到这里 你一次性可以吃几只小甲鱼 我觉得 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别人是吃一点就饱了 我是吃饱了还能再吃一点 我估计一个人吃个四到五个 应该不成问题 完全OK 对不对 像这个小甲鱼 它是一人一钟 看上去非常的精致 而且很新鲜 像它这样一人一碗的话 它会卖的很贵吗 价格怎么样 能不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心里知晓一下 小五强甲鱼仔呢 这么多年 一直在老南昌地宝的心中 这么活跃的原因 第一 味道真的是太棒了 对 必须的 第二 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 像它这样一碗要多少钱 一个十八块钱 十八块钱 天呐 现在一杯奶茶都要二十多 对啊 我们现在点个外卖随便都是十多块钱 二十块钱 这个又新鲜又营养 又最正宗的南昌口味 才十八块钱 今天我要来五份 而且这个不长肉主要是对吧 对 太棒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上我们的这个 米饭了 该怎么吃呢小韩哥 吃甲鱼米饭哈 就简单粗暴 直接往这个沙坡里面 舀一大块米饭 然后拌匀 好 一定要拌匀啊 勺子 太鲜了 有没有爆汁捞饭的感觉 有 很有仪式感 没错 尝一尝了啊 小小的一碗 就是每一口的都是有那种甲鱼的香味 哇 够辣 够净 够爽 我觉得我吃的时候有点热了 上头 烫了 上头 小韩哥你知道吗 其实呢 在两世一厅哦 这样的环境下啊 真的存在很多咱们当地人口中的美味 今天我不光知道了 我还知道了 小五强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对不对 没错 那其实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嘛 那些有历史的 有香愁的 有情怀的 有味道的 那些滋味老店 都一般藏在深街小巷里面 只有我们本地人南昌人才知道 才天天去 对了 而那些富丽奢华的大酒店呢 怎么样呢 我还没去吃过 下次帮你带我去吃一吃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今天品尝了小五强这么多美味 他真的在我这个南昌吃货心里面 真的排名前五强 前五强 对的啊 很高的一个地位了啊 小韩哥说了这么多啊 能不能告诉我们观众朋友们 我们前五强的这个地址是在哪呢 前五强的小五强 他的地址呢 就在紫顾路 一个很大的招牌 小五强师傅 下面有五个字 绝杀小甲鱼 如果呢 你还是没搞清楚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问一问 咱们当地的出租车师傅 因为呢 在他们心中啊 这家店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是人尽皆知的 你可以认识的